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科技史刚六十讲 我们上一讲以信息为线索 介绍了二战带来的重大科技进步 这一讲我们讲一讲能量方面的突破 毫无疑问就是原子弹的发明了 关于美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了 因此这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就省略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的文明之光 这一讲我们重点分析一下 为什么美国人成功了 而更早开始行动的德国人却失败了 从中你就能够体会能量总量和能量密度的重要性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原子弹从理论到武器的几个关键节点 尤其是到了后期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科学家 惊心动魄的赛跑 第一个时间点当然是1905年 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智能方程 E等于MC方 他实际上告诉了人类宇宙中最多的能量 在哪里 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里 物理学界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反应 就连爱因斯坦自己也觉得 要想将物质质量中的能量给利用起来 简直是天方夜谭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38年年底 德国放射化学家哈恩和团队 在无意中发现了核裂变 在清理核裂变的生成物的时候 发现生成物的质量比最初少了一点点 哈恩把这个结果以信件的方式 告诉德国科学家麦特纳 1939年 麦特纳等人对这损失掉的一点点质量 给出了理论解释 他们认为的确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 转换成了能量 于是德国的科学家就开始考虑 能否利用核裂变来做炸弹了 好比赛正式开始 可以说德国科学家已经领先了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39年年初 丹麦物理学家波尔到美国访问 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做了一个学术报告 介绍了核裂变成功的消息 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大约50名科学家 他们很多来自于离华盛顿不远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大家下午赶回到霍普金斯的实验室 连夜做了核裂变的实验 并且获得了成功 证实了核裂变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另外来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 也连夜赶了回去 告诉了当时正好在那里工作的 著名物理学家费米 费米也马上做了核裂变的实验 至此 美国的科学家和德国的科学家 处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接下来是第四个时间节点 来自欧洲的物理学家希拉德 意识到如果让德国人先造出原子能武器 结果将是灾难的 于是他起草了给罗斯福总统的密信 告诉总统 美国必须抢在德国人之前 拥有这种武器 希拉德觉得自己的分量还不够 于是说服他的老师爱因斯坦 在他起草的信件上签名 那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希拉德 制罗斯福的信件 很多书中渲染这件事情 是美国造原子弹的开始 其实当时美国仅仅开始了 小规模的学术研究 因为总统批准的科研经费 只有6000美元 是德国同期经费的二十分之一 第五个时间节点 是1941年12月7号 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 美国真正下定决心研制原子弹 11天之后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位 著名物理学家以外 美国当时几乎所有重量级的 物理学家和学术界领袖 都参加了 然后来到第六个时间节点 随后的事情很有趣 罗斯福任命了非常会搞工程建设的工程兵负责人 格罗夫斯 担任项目的负责人 他最初的办公室在纽约曼哈顿 曼哈顿计划也因此得名 而格罗夫斯在康普顿等人的推荐之下 任命了在政治上颇有争议的奥本海默 担任技术总负责人 这两项任命成为了后来曼哈顿计划成功的关键 原因我们后面再讲 第七个时间节点是1942年12月2日 距离珍珠港事件过去不到一周年的时间 费米就领导建成了人类第一个核反应堆 他亲自操控反应堆 这个功率不到一瓦的反应堆 成为了今天所有核电站反应堆的鼻祖 另外顺便说一句 费米等人当时并不知道放射性对人体巨大的危害 那一批核物理学家包括费米在内 后来都在年纪不大的时候死于了癌症 在与德国的竞赛中时间过的是飞快的 美国科学家的进展也是飞速的 我们来到第八个时间节点 仅仅过了两年零八个月以后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不到一个月之后 另外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 被用于了对日作战 当美国已经开始生产原子弹这种武器的时候 德国人的进展如何呢 这也是当时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 格罗夫斯最想知道的 1944年 随着美军攻入到德国本土 并且找到了一些德国核物理学家 看到了非常简陋的核设施 这才知道德国的核研究离实用还差得很远 但是美国人还是不放心 他们坚持要找到德国核计划的负责人之一 海森堡因为害怕他的研究非常有威胁 最后美军如愿以偿了 不仅找到了海森堡 而且看到了他的核设施 就是我放在文稿里的这张图 听音频的朋友可以扫一眼 我估计你看完之后会惊讶不已 这个破罐子就是海森堡的核设施吗 事实就是如此 海森堡的核装置就是这么简陋 当时美军看到以后也惊讶不已 但是让他们更为惊讶的是 海森堡居然还以为德国的工作远远领先于美国 接下来就要讲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了 德国人为什么没有造出原子弹 而且研制水平相比美国那么落后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不是德国人太慢 而是美国人太快了 从发现核裂变到原子弹的使用 不过是六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这在从科学到产品的转换历史上太过迅速了 即使是在今天 一项应用科学研究成果变成产品 通常还需要二十年时间呢 如果给德国科学家二十年的时间 他们应该也能造出原子弹 他们的进度属于正常 但是在战争期间需要创造奇迹 事实上在曼哈顿计划开始之前 包括波尔在内的人都觉得美国造不出原子弹 波尔讲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除非将美国变成一个巨型工厂 但是波尔忘了 二战时期的美国还真的就是一个大工厂 当时连IBM都能制造机枪 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呢 我在课程中多次讲过 科技成就很多时候取决于能够调动的总能量 德国和美国相比 首先输在了掌控的能量和物质方面 双方煤炭的产量差不多 但是美国的石油总量是德国的20倍 运输车辆和轮船比德国多出一个数量极 我们在前面第12节课 讲了法老造金字塔的故事 讲述了中央集权的政府 能够集中力量完成大工程 制造原子弹 虽然有很多科学研究在其中 但也是一个大工程 因此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远不是纯粹的科研可比的 我们不妨用两件事说明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劳伦斯为了浓缩油和布建造的超级回旋加速器 它的体积巨大 需要近万吨铜导线 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把几乎所有的铜用于了战争 拿不出这一万吨铜 最后劳伦斯说服了政府 拿出国库中的一万吨纯银 取代铜做导线 另外一个是关于核反应要用的减速剂 当时德国是用重水做减速剂 产量就是几百公斤 最多的时候不过储存了一吨 还被英国给炸了 美国用的是纯石墨 它和重水效果相当 制造成本也极高 在美国 光费米建设的那个小型试验反应堆 就用了400吨纯石墨 一吨和400吨这是没法比的 其次不是说把物资堆积起来 人都安排到港 原子弹就能自动产生了 能够组织起这么大的工程 是一个本事 这就要说一说格罗夫斯了 格罗夫斯今天为人所知 是因为曼哈顿计划 但是在此之前 他最大的成就 是建造了当时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单体建筑 五角大楼 这个记录直到几年前 才被成都打破 因此 你可以把格罗夫斯理解为 当代造金字塔的人 而罗斯福看上他的就是这一点 事实证明 格罗夫斯从找油原料开始 就显示出非同寻常的 工程组织和管理能力 当然曼哈顿计划里面 有很多科研工作要做 从核爆炸到临界体积计算 到核材料的浓缩等等 因此需要一个科学和工程的负责人 这个人需要有足够高的理论水平 同时知识广播 让当时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福气 还需要有领导能力 对武器还要有所了解 因此是非常难找 格罗夫斯很幸运的找到了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精通物理学 几乎每一个领域 而且是他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计算 同时他对化学金属学 武器和工程制造 有全面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 虽然军方一直怀疑他的忠诚 但是格罗夫斯对他是非常信任 言听计从 关于奥本海默的管理和沟通艺术 我在谷歌方法论中讲过了 你可以点击文章最后的超链接 进行复习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第一 我们通常认为 工程建设比的是调动能量的能力 其实重大的科研 比的也是调动能量的水平 单纯从物理学家的水平来看 德国有海森堡 哈恩 伯特等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 一大批一流科学家 他们更早的发现了核裂变 更早的启动了核计划 但是德国能够调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 都没有办法和美国相比 今天的科研 常常不是谁有一个更聪明的大脑 就能够做出成绩的 一流的物质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 做事情的目的一定要明确 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照着制造武器去的 因此他从领导的任命到人员的组织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的 为了造武器 光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不够的 而需要有大量的军人和工人 实际上当时美国都已经没有足够的难劳力来参与曼哈顿计划了 大量的妇女参与了这项工作 听音频的朋友可以扫一眼文中的图片 这是当时三大研究中心之一的 像树岭研究中心下班时候的场景 你可以看出当地的员工有大量的妇女 相比之下 德国人到最后都没有搞清楚 他们是在做研究还是在造武器 第三 原子弹告诉了人类宇宙中最多的能量在哪里 从此人类利用能量的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今天邀请大家思考的是 在曼哈顿计划之后 你觉得世界上哪项大的科学研究和探索计划 可以和它相比呢